上面这个你也是画了很多个感叹号啊 买专辑 大家能猜到是谁的专辑吗 猜一下猜一下猜一下 追星女孩的日常 追星女孩的日常 彭彦 彭彦不出专辑 彭彦不出专辑 防弹有 防弹是吗 还有粉墨 对 粉墨昨天出 粉墨昨天出了新专辑哦 对 旁边的迷迷都已经开始 就是懂了 好 我的小哥哥跟小姐姐们 好 平时喜欢看他们的一些 就是歌曲之类的 还有MV之类的是吧 我的 就是 他们平时问我说 天呐 你的生活过得好无聊 我说不无聊 我看小哥哥跟小姐姐们跳舞啊 多有意思啊 多好看啊 所以大家就是 平时没事的话会想你 这也是 也是一个 追星迷类迷地的一个日常了 追星跟买专辑 就是会有一些重叠吗 它是占了你两个框框的位置 买专辑是最近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最近是一直在做的事情 除了刚刚你说的这些小哥小姐之外 就是你的这个本命有没有啊 我本命 本命是朋友 据说朋友 据说朋友今天也在这个酒店哦 真的吗 是不是 刚刚我们这边还有 我们有 对我们有工作人员去采访他 有人要不要出去偶运一波 真的吗 如果你 如果此时你刚刚出门 穿得如此美丽 碰见他 你会是 你想想想 你会怎么跟他打招呼之类的 哇 现在有点激动了 有点激动了 是不是 开心 先给你打好一方针 说不定你真的会捧着他 我想想一下 故作镇定的跟他说 哥哥你好 我是迪兰迪 对 我原来还听说 说那个 就是 我有一个认识的叔叔 然后呢 上次给我发微信 说他还问我 说我对你学习怎么样 哇 彭远亲自过问你的学习情况 是吗 天哪 我觉得这真的又是一个 追星成功的典范了 大家实名 就是嫉妒你 你淡定 让你淡定一点 淡定不了 好好好 矜持矜持 我们今天这么疏你 我们现在要就是 想象一下 我们一定要 先你 先你 先你要一会跟彭远 先你室的打招呼 好了 好了 到这里